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祝福利亞 大家好 文言剛才說開 看聖經 大家有沒有看聖經的習慣呢 有沒有 有 其實呢 你不需要說 一定是每天會看多久 或者你試試 初初讀聖經 由一章節一章節開始 譬如我今天讀 由一章節第一章 明天第二章 這樣我覺得會比較好些 我們現在開始 大家都會有這個習慣 剛才我們看的影片 關於聖靈的充滿 其實我自己也試過 你看著那個小孩子 跌倒 大家都不是演戲 其實我自己也有 這麼同樣的經歷 我不是跌倒的經歷 不過我的經歷就是 有一次 我記得是大概兩個禮拜前 我們回來教會 有一個小早的聚會訓練 我等牧師的時候 我就在教堂外面坐 自己坐著 我就在這裡祈禱 因為剛才要面試 在那裡祈禱 我就祈禱 奇奇一下 因為沒有人阻礙我 我的兒子又不阻礙我 我的家人又不阻礙我 我就坐在那裡祈禱 然後我感覺到 在那裡轉動 轉動後 奇完後 覺得他很鎮 之後去面試 面試的時候 我才知道我頭痛 後來我又再祈禱 說不要頭痛 不要頭痛 但是我面試的時候 說出自己 好像不是自己的口 好像是聖靈充滿 幫我去度過 面試的難關 所以我一點都不害怕 還有每一次我們唱歌的時候 特別唱《耶穌愛》 我那首歌 我都會哭 詩詩我自己不知道 什麼叫聖靈充滿 什麼叫聖靈 我現在明白 為什麼我無端端會哭 不是因為我想起不開心的 我現在自從水裡煮之後 我變成一個很樂觀的人 我沒有不開心 但是我每次都會被主感動到 我哭 還有 剛剛《耶穌》提及到 《耶穌》提及到 《耶穌》提及到 聖靈會幫助我們 安慰我們 其實聖靈每天都在做這個工作 在我身上 我以前是一個很不樂觀的人 看什麼都好像 我都是不行的 不過現在的我完全不同了 我變得很開心 不會又不開心 當我又不開心的時候 我又會祈禱跟陳說 為什麼我會這樣 或者每次做錯事 又或者我想說謊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說謊 有沒有嘗試說謊 或者有沒有經常說謊 有沒有 不常 不常 是吧 但是我覺得說謊 都會漸漸 會不舒服 但是說謊 很多時候都是我們每個人的習慣 但是自從我相信主意之後 我每次想說謊 都會有一種聲音在我旁邊跟我說 你不是說謊 會說出一個說謊的後果 有什麼不好的後果 就有把聖靈的聲音在我旁邊 不然跟我說 不要說謊 不要說謊 還有一次 我最近就要照顧我這個小孩 這個小孩很頑皮 我記得有一次他激動我 我差點想推到他樓梯 差點想推到樓梯 又是有把聲音在我旁邊 他只是很小 你不要這樣做 我覺得是我身邊無時無刻 聖靈在我身邊提點我 幫助我 安慰我 我好開心 我多謝 我要感謝主對我的恩典 我們都要多些祈禱 讀聖經 和親近主耶穌 多謝大家 多謝 短片 剛才 甘儿 空間 不可 感谢观看